我国在今天新增了5名本土个案 其中有4个人是宗教春酒宴染疫群聚链相关 而另外一个人呢 则是高雄炼油厂群聚相关 由于呢 这些个案都是在隔离期间因转阳 对社区的影响低 也让指挥中心私下透露 这已经算得上是象征性实质清零了 不过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新北市加强版防疫旅馆护理师 经定序结果出炉 确认是感染了全新的一条BA.1 那么这也是我国第13种 Omicron传播链 还需要跟入境的11位确诊旅客来做比对 累计国内仍然有轻条不明传播链 所以医生也点出了 讲清零太早了 应该还要再观察个几天 五国疫情再建曙光 连续四天本土单日新增确诊数 都不到实例 22号新增的5例个案中 有4名都是跟宗教协会春酒宴相关 其中3人是按19927旅行社 领队四岁儿子的同住家人 另外一人则是先前个案的哥哥 虽然这四人都没有去春酒 也没去唱歌 但因为家人染疫 匡列期间因转阳确诊 而曾被钢铁工程师拜访的友人 他的妻子也染疫 由于5例都是居隔期间确诊 对社区影响低 让指挥中心私下透露 这象征已经是失之清零 但统计全台目前还有七条传播链 有待离行 策刺新北加强防疫旅馆护理师 经定序出炉跟陶基 还有先前的本土传播链都不同 是感染全新一条BA.1 由于他曾接待过的确诊个案中 有11人CT值都小于28 需要再做进一步比对 另外新北还有设计师案 树林电子厂 细致首要引桃园日益物流 和高雄练游厂 以及跨县市家庭群聚 有一部分群聚即将监测其满 而把廉价前渴望剩下四条 但一时直言要说清零 似乎还有点研制过早 会不会社区还有隐藏的传播链 其实还很难说 所以就算是Omicron潜伏期比较短 可能至少还是等个五到十天 在这段时间之内 没有不明来源 再来视为社区清零 可能会比较保险 认为可以稍微放松 但还不能松懈 就怕一不小心又破功 又会为疫情再停变数 就努力是否懂 中油传染链持续延烧 台南归人十人大家庭 累计五人确诊 新增的确诊个案 是案19862的太太 当时染疫高雄钢铁工程师 到家中拜访 结果让一家十口被方列隔离 这名亲子虽然在16号出现了症状 但是陆续三采都是阴性 直到四采阳性确诊 工程师只有到家中 拜访半个小时 已经让台南归人家庭 半数成员都确诊 而目前在家中 还有未满十岁的侄子 已经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但是裁剪两次仍然是阴性 还是不能够大意 是否持续的监测当中 台南归人十人大家庭 群聚再加一 新增确诊者就是案198627子 确诊钢铁工程师 因为接触过染疫中油员工 12日再到台南拜访这家人 仅仅待了半小时 造成失口人中五人确诊 先是案19862确诊 接着是他不满十岁二儿子 及三儿子还有二弟妹 现在连妻子都染疫 妻子矿裂时裁剪阴性 十六日发烧再采阴性 三儿子确诊裁剪 还是阴性 直到二十一日四采阳性确诊 昨天为止 其他五位的裁剪都还是阴性 在昨天四个全国四个里面 台南占一个也是他们家 在大前天再增加一力也是他们家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真的非常小心 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是没有接种疫苗的 目前家庭中案19862未满十岁 直子虽然裁剪两次阴性 但有发烧症状令人担忧 市府将会检测观察 台南家庭群居扩大 唯有提高警觉尽力防堵 才有可能止住疫情蔓延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疫情持续稳定 我国二级警戒将维持到2月28号 接下来防疫是否松岛呢 指挥官陈时中就明确表态了 儿听值如果能够控制在1.2以下 会先从商务课检疫天数开始着手 那么目前预计要从14天缩短为10天 这两天就会公布细节 至于军家隔离天数是不是也要缩短 这个部分还要再讨论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明则是研判 当台湾进入夏天前 主要还是以边境开放为主 不过到了七八日过后 就会逐步的松绑国内措施 到时候实联制还有疫调 可能也会退场 新冠疫情延烧两年多 台湾防疫到底何时能松绑 阿中部长给答案 我们要看看整体的一个RT值的变化 想就我在想 在控制在RT1.2以下 点出松绑要分阶段进行 第一步会先把入境锦衣天数缩短成十天 这两天就会公布细节 接着会考虑把匡列 居家隔离天数也缩短 但目前还没定案 关键要观察RT值能否控制在1.2以下 一届也提出台湾防疫解封 势在必行 在进入夏天之前 会先以边境开放为主 等到七八月之后 就会有更明确的国内松绑措施 像是室内外人数管制 有机会全面解除 时间制还有疫调也可能双双退场 保持社交距离 再来是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战略 口罩可放宽但不能放松 更有医师提出为了匡列新标准 确认者的接触者打满三剂疫苗 可以考虑直接自主健康管理 直达两剂或者是完全都没打疫苗的民众 则是可以缩短居家隔离天数 如果没有出现重大变数 与病毒共存防疫解封 等于是大势所趋 全台首例高雄市防疫旅馆大清销 却疑似造成了旅馆的员工气体中毒 他在六天之内三度挂急诊 甚至还得住院治疗 诊断书上医生明确的写明 疑似气体所致过敏及中毒征兆 员工现在只能够拄着拐杖勉强站立 他就控诉向1999求助 却没有得到回应 而劳工局表示 目前已经受理 后续会议程序召开调解会议 以维护证明员工的权利 谭小姐躺在病床上 吊着点滴 一动也不能动 高雄市先前传出防疫旅馆染疫事件 没想到大清销过程中 疑似造成防疫旅馆女员工气体中毒 让她六天内三度挂急诊 现在只能组织拐杖勉强站立 证明防疫旅馆女员工就怒控环保局 认为防疫旅馆清销期间并没有配发防护装备给旅馆员工 大家只有佩戴一般的口罩以及面罩 这个月六号环保局清销完毕后 谭小姐就说出现晕眩等症状 接着在六天内三度送急诊 甚至还必须住院治疗 她控诉曾经向市府1999求助 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医院诊断书写着疑似气体所致过敏以及证毒征兆 防疫旅馆消毒意外造成女防物中毒 成为全台首例案件 高中市劳工局表示已经受理 后续将交开调节会了解案情 卫生局表示女员工疑似中毒 很有可能是通风不良所造成 不过环保局是不是在清销当下 只配发一般口罩以及面罩还要了解 只是这起全台首例案件 是否因为人为疏失影响劳工权益 恐怕得好好查清楚 接着这种报道